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我第二次要使用瘦腿绷带了 还是48厘米 好像有稍微细一点点 看来还是有一点点回弹了 但还是46厘米跟上周一样 就是说它用了一周以后 它又恢复到原来的 稍微有瘦一点点 那我现在要用瘦腿绷带啦 因为皮肤太水了 尺子都粘在皮肤上了 瘦了一厘米 也就是说上面比较粗的地方瘦了 0.5厘米 然后下面细一点的地方瘦了一厘米 大概 我觉得即时效果还挺明显的 但是就是它用完一周之后 第二周会有反弹 就是又回到了之前的那个粗的程度 但是它的包装上面也写了 要至少持续用一个月 所以真正的效果 还要等到一个月以后 再跟大家揭晓 好啦 那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下周用的时候再跟大家拍视频了 今天又到了 是用瘦腿绷带的时间了 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使用了 那还是像之前一样 首先来量一下我的腿围 看看是变粗了还是变细了呢 你们肯定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总是穿这条牛仔裤 因为我只有这条牛仔裤最短 可以把这个位置露出来 没有更短的吗 47.5的羊组 45.8大概 好 我先开始缠绷带了 现在是46.2 瘦了一些 45 还是挺明显的细了 45 我第四次要使用瘦腿绷带了 像说明书上面说的要连续使用四周 我今天是使用最后一次 那我们看看还会不会再继续瘦下去 那同样我是还是用上一次使用的 剩下的半半就是一个棉布 但是我今天是想把它剪成两半 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穿裤子 缠绷带 然后我想今天跟大家同时也分享一些 在你缠绷带的这十分钟里边的一些 可以提臀瘦腿的一些运动方式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缠了 好凉 因为我放在冰箱里 所以好凉 它这个布是有一些弹性的纱布 好 先把它掖住 弹不掉了 弹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就是不要使劲的勒腿 你只需要轻轻的把它附在上面就可以了 就是稍微加一点力 不要就是说为了要瘦腿 然后使劲的给它缠起来 这样子其实对血液循环也不好 因为后边你还要做运动嘛 我缠满的样子 嗨 嗨 嗨 第一个动作呢 其实主要是下后踢腿 这个动作做的时候一定要慢着 然后腿要一直处于紧绷的状态 峰直 然后保持匀 就是一直处于一个 你在控制它的一个紧张状态 这个动作它是减我们的 大腿内侧的肌肉的 好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大家熟知的高抬腿 但是这个动作其实还是非常有用的 对于你想要减格整个大腿的肌肉来说的话 同时呢 因为在你跳动的过程当中 也会断越到你的小腿 这个动作要领 首先你的人要先站得非常直 然后背要挺起来 不可以驼背 比如因为有时候你一跳起来 一跑起来的话 就不由自己的活动 起来伸 这样子是不行的 这样子不能起到作用 必须人要直立 然后要收腹 这样子可以你的腹部肌肉 也会同时被锻炼到 然后在跑跳过程当中呢 不可以这样子弯哦 这样子是没有用的 但你绷脚尖的时候就会感觉到 你的腿部前面的这根筋是被拉住的 然后后边的肌肉也不由自主的就紧张起来 好 现在开始 同样也是跳到上面之后要稍微控制一下 而不是马上落下来 那第三个动作呢 就是深蹲 深蹲其实是对提臀最有效果的 那同样呢 做的时候也要保持身体的直立 这样子可以 弯啊 就是任何 你的任何一个部位不能放松 一旦放松的话 那么这个动作就是无效的 所以整个身体都要处于紧绷的状态 然后你为了保持平衡 可以把手这样 给它架起来 同时也可以锻炼你的臂部的肌肉 其实也挺好的 那做动作的时候呢 两腿不能分开的太大 这样的话会减轻你的负荷 就是跟你的肩同宽就可以了 然后蹲的时候身子要保持直立 然后其实你可以尽力的蹲到你可以 蹲到的位置 但是不要放松 整个动作都是要控制住的一个状态 而不是说我下来之后就这样子不可以 就是整个肌肉 整个过程当中 你的所有的肌肉不可以放松 其实这个身蹲的动作 对于整个大腿的肌肉的锻炼 都是很有效的 你做一会儿就会觉得 大腿肌肉是很热的 好了 那我今天就分享给大家这三个动作 这三个动作说起来都是非常简单的 然后你在家呢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不需要任何辅助的一些器械 或者是到一个特定的场合 只要有一个小小的空间 大概一两平米的地方你就可以做 所以是非常适合你平时去运动的 每次吸完凤带 你就会觉得你的腿变得好嫩好紧实 然后感觉像敷露面膜一样补了水 腿部的皮肤至少会觉得变紧实很多 然后变得很有弹性 我现在就来量一下 瘦了大概有八毫米 好 现在量第二个位置 我现在第二个位置是45.2 瘦了大概有两三毫米的样子 瘦的不是那么的多 但是比四周前还是瘦了一些 因为这个位置本身 我的腿的这个位置没有什么坠肉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紧实的 所以瘦的效果就没有 大腿根部那么明显 但是总体来说 使用四周以后它还是有瘦腿的效果的 另外呢 其实我觉得 馋绷带只是一个辅助 你在馋的时候 每周就会强迫自己去运动 这个其实也会帮助自己去瘦身 然后塑造自己整体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辅助啊 最重要的还是 比如说注意饮食啊 然后运动啊 这些的来去促进自己脂肪的消耗 然后再加上这些辅助的东西 就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好了 那瘦腿绷带的试用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们还想让我帮你们试用什么 可以给我留言哦 拜拜 拜拜